97年已婚遗孕 在家做七彩馒头Vlog 哈喽朋友们 今天又是一个漂亮的水 我最近要多喝水 所以每天煮一点 这种酸酸甜甜的水 这水煮着喝就是 又好看又健康 因为我们做点馒头吃吧 我这两天在网上 喝好多做馒头的 我觉得他们做的都好好吃 他们家很多很多东西 晚上我做的不一定好吃 你试一下吧 对 你看那么多料的 我们也做这种 试试呗 陈莹莹去做馒头先来开个香 让我来看看 你挑选的美味 这个据说就是 很好吃 对 我闺蜜吃的 让我找到前面 又要联系方式的那个 非常之期待 我也很喜欢吃两碗 你试一下 一个手带长 云闺蜜寄来的七彩辣椒 这么长 还有一封手写信 真的手写的 你也超长 这个就是我朋友说 这南京吃过最好吃的 蛋黄酥 对 然后是六种口味 我的天啊 也太大了 现在怎么零食都冲成这种啊 比脸都大 好重啊 起个手再去尝一下蛋黄酥 马蜀吃起来挺Q弹的 蛋黄酥不有味 但香味挺香的 换另一个尝一下 对着口来讲 就没马 但我觉得它还很美 第二家的蛋黄会更油热一点 皮也更香 都好 这蛋黄口不香的 我觉得这颜头要煮起来 很难做到难吃 音音开始做馒头了 剩下的味道也差不多的操作 这边应该还带着我 哦 好舒服 我真的舒服 上手做一个试试 我的药太少了 我的药 把我的小灰也蒸上 出炉了 来尝一下你的馒头 好吃 四伯爷 吃饭了 红好了 我的这个太实了 这是不是应该带发 挺好吃的 这个做多好 这个好 这个做的馒头可厉害了 这个得出来 这是抹茶惠灵炖 你们两个开心装 接着做下一轮 越来越成功 哇 你这一盘做的很成功 不要太熟了 哇这个真的还好看 银色很好看 这个红糖的也很好看 好看哦 我觉得这个一看就很好吃了 吃这个 这个看着就很像 对对对 就这个 好吃的好吃 吃完饭了朋友们 这是我们新出炉的 满花馒头跟红糖馒头 我很好吃 我很好吃 肉面没发过 这面要对的 吃面比我们第一次做完 很高兴 更加的 红葱 这个面发的材料 真的 这个很好吃 嗯 很棒 拜拜